末代皇帝溥仪如何被赶出紫禁城 同中国历朝历代的末代皇帝相比 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无疑算是非常幸运的 1912年2月12日 宣统皇帝溥仪颁布诏书宣布退位 由于溥仪是主动退位 所以得到了民国政府给予的清室优待条件保护 按照清室优待条件的规定 溥仪不但可以继续住在紫禁城的内庭中 保留皇帝的尊号 民国政府每年还要向其拨发400万两作为生活费 此外 清帝私产由民国政府特别保护 这些私产在当时包括 紫禁城内庭中的所有物品 热河行宫金城德避暑山庄内藏物品 圣经行宫金沈阳故宫内藏物品 颐和园内藏物品 以及东三省大量皇家装填、林地、矿场 因此 溥仪在退位之后 齐个人财富仍可以说是富可敌国 溥仪退位后 她和她的小朝廷在紫禁城内仍保留着过去皇室的生活 吃穿用度等方面都是事极尽奢华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溥仪不用履行皇帝的义务 却还可以享受皇帝的大部分权利 日子反倒比从前过得更惬意了 不过 这种好日子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 民国13年1924年11月3日 国民军将领陆中林率部占领了紫禁城北面的景山 并将紫禁城的内城守卫部队全部缴械 紫禁城的港哨全部换上了国民军的士兵 此时 溥仪和前卿的王公们都陷入了惶恐之中 不过 也有人仍心存侥幸 认为这不过是军阀之间城投变换大王旗 对于清室的优待不至于会发生什么变化 然而 这次却和以往并不一样 根据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中的记载 11月5日上午约9点多 溥仪和皇后婉容正处秀宫边吃水果边聊天 突然内务府搭乘脸色惨白地跑进来 交给溥仪一份公文 公文的内容是要修正原来的清室优待条件 说白了就是废除了清室优待条件 此外 陆忠林还让人传话给溥仪 要求皇室在三小时内全部搬出紫禁城 溥仪的私产可以带走 但私产仅限于随身携带的珠宝 银两 日用品等等 紫禁城中的文物一律化归工产 归民国政府所有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溥仪和身边的那些遗老们 个个都是六神无主 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最终 在国民军威胁再不搬走 就要开炮的情况下 溥仪带着皇后婉容 皇妃文秀 离开了她生活了16年的紫禁城 溥仪被赶出宫后 陆忠林亲自护送她前往淳亲王府 淳亲王在封氏溥仪的生父 到达淳亲王府后 陆忠林问道 溥仪先生 你今后是还打算做皇帝 还是要当个平民 溥仪回答 我愿意从今天起就当个平民 其实这个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陆忠林身边跟着一群拿枪的国民军士兵 而溥仪只是个前朝的末代皇帝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怎么可能嚷着说自己还要当皇帝呢 溥仪在紫禁城的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当他再次回到紫禁城1925年10月10日更名为故宫不屋院时 就是几十年后的事情了 彼时的溥仪身份也不再是紫禁城的主人 而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游客了 那么冯玉祥将溥仪赶出紫禁城 到底是对是错 1924年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 冯玉祥称职奉两军大战 趁机发动了北京政变 率领军队控制了北京城 在此期间 冯玉祥干了两件大事 一是将大总统曹坤软禁于中南海延庆楼 二是将清费地溥仪赶出紫禁城 关于冯玉祥将溥仪赶出北京这点 长期以来很多认为冯玉祥不应该如此 是错的 很多人认为应该如此 是对的 那么到底对不对呢 先来说说冯玉祥为什么敢溥仪离开北京呢 在清世优待条件中规定 大皇帝辞位之后 迁居故宫外之新建居住之场所永居 照顾皇族之人员照常留用 不再新招太监 宫女 也就是说溥仪这个清朝末代皇帝 按照约定 只能暂时居住紫禁城 不能永久居住 按照这点来说 冯玉祥赶走溥仪是没问题的 因为紫禁城他只是暂居而已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关键 溥仪明明退位了 放弃权力了 却违反约定 参加了张勋复辟 既然你溥仪不守规定 还梦想着当皇帝 为何冯玉祥不能赶紧离开紫禁城呢 虽说因为军阀混战的情况 当时民国政府经常拖欠该给溥仪的岁费 这点的确不好也不对 但是溥仪参加张勋复辟 则是更加过分了 等于是直接变相推翻这个优待条约 而且冯玉祥是通过正规程序来的 在控制北京以后 以民国政府的名义 修正了清室优待条件 其中第三条是 清室阴暗优待条件第三条 即日移出宫禁 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 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 关于冯玉祥修正以后的条件 溥仪后来回忆起并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可怕 意思是还可以接受 唯一让他措手不及的是要让他马上搬出紫禁城 所以以这个来看 冯玉祥做的并不过火 再来说说冯玉祥这样做到底对不对 很多人认为不该 认为此为当时国家分裂动乱之源 而且当初保留清帝也是为了内部团结的原因 这么一杆等于是造成了溥仪远走东北 助纣为虐的关键原因 因为溥仪无家可归了 其实这是一个伪话题 溥仪身为前朝末代皇帝 虽然有着巨大的政治影响力 但是并没有什么权力 也没有军队 怎么会造成当时国家的分裂呢 918事件以后 东北被窃 是日本关东军所为 跟溥仪被赶出紫禁城有什么关系 照这种逻辑 溥仪不被赶出紫禁城 那么岂不是天下太平了 没有918了 更没有后面的全面侵略战争了 而且溥仪回忆在天津前往东北的事件之时 当时日本的土肥员诱惑他去东北是复辟 是完全由他做主的 而常凯申也在争取他 希望他不要到东北 不要和日本人搅合在一起 并且提出种种条件 说到可以恢复优待条件 每年照付优待费 或者一次性买断 居住的地方 除却东北和日本 其他地方随便选 并且表示可以由外国银行担保 结果溥仪是选择了相信土肥员的鬼话 至于这样明显的谎话 为什么会相信呢 只能说明他是利欲熏心 为了复辟 为了重新当皇帝 是丧心病狂了 到了东北以后 溥仪更是回忆道 这时 占据我全心的不是东北老百姓死了多少人 不是日本人要用什么方法统治这块殖民地 他要住多少兵 要踩什么矿 我也一概不管 我关心的只是要复辟 要他们承认我是个皇帝 因此从张勋复辟 再到在天津面对土肥员和常凯申双方的争取 最后到了东北以后的病态想法 说明一个事实 那便是溥仪这个清朝末代皇帝 为了复辟是丧心病狂不择手段 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身边从小围绕着一群前卿一臣 还有在紫禁城的封闭圈子生活 这样的环境 最终影响了他的一生 使他的前半生的疯狂梦想便是复辟重新当皇帝 而这点与冯玉祥赶他离开紫禁城 没有一点关系 他有着一颗疯狂复辟的心 无论待在哪里 都会做出疯狂的事情 都会被人利用的 跟在不在紫禁城没有任何关系的 而且说到这里 其实冯玉祥还办了一件好事 便是江浦已赶出紫禁城 使得那些太监从此以后再没有机会 在里面从中偷鸡摸狗的倒卖文物 糟蹋真品了